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好电影 沉浸的观影 会让我进入一个长长的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学长 今天这一期跟大家来介绍一款 又是一款名机的投影仪 W1130X 这是一款终端的投影仪 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觉得有一些内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我自己比较喜欢看电影 当然我觉得看电影这件事情 如果能去电影院看的话 当然是最好的 大家花钱看电影 然后电影市场一片繁荣 这个是非常理想的状态 如果能在现实中 去电影院看片 也会遇上一些bug 比如说遇到好的电影 需要今天去抢票 抢到一个好的座位 那有时候还要忍着少喝水 以免在期间需要去上厕所 那以上的这些bug呢 在真正遇到一部好电影的时候 我觉得还能够忍 毕竟最舒服的方式 总是在大萤幕前去欣赏一部电影 只不过回想一下 最近的这个电影行情 近几年的电影行情 其实我身边很多电影院 我路过的时候 有看到他们都纷纷的停业 整修了 当然这个有疫情的关系 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我上一部期待电影的话 我现在脑子里马上跳出来 是徐晓峰导演的刀背藏身 印象中好像也是 临近上映的时候被撤倒 然后就不了了之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是喜欢看电影的人 如果你跟我一样 有海量的偏酷 以前那些好的优秀的电影 想看 其实是有条件的话 可以考虑购买一台投影 其实投影对我来讲 最大的一个好处 也就是选篇自由 因为电影院嘛 总是在上新的电影 因为很少会碰到一些 经典的电影 重新在影院里面上映 那就是电影节啊之类的什么了 也需要抢票 对吧 那如果你家里面 有一个投影的话 有一个良好的条件的话 包括新的一些美剧什么的 包括以前一些 经典电影 你想投上墙的时候 就可以投上墙 那自己家里面嘛 沙发上一躺 薯片啊壳了 都准备好 之前其实我对投影 一直有一个疑问 也没有去深究 就是一个低端的投影 跟一个中高端的投影 真的有他们表面上 价格差距 那么明显嘛 因为投影设计到光学结构嘛 所以我觉得投影 有一些东西啊 跟你拍照的时候 去挑选一个镜头 它甚至有一些共通的 镜头同样会带来 画质的一些变化 包括色散啊 色准啊 包括边缘的画质 那这些缺点 在你投出一个 越大的屏幕的时候呢 其实所有的东西都会放大 有一些比较差的投影 放大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色散 是非常难以忍受的 包括它的边缘的画质 也会有很大的一个衰减 并且 你屏幕投的越大 对于这个机器 它本身的一个亮度 也有更大的一个要求 之前我可能去看一个投影 只知道两个参数 一个是它的亮度 有多少流明 另外一个是 它的分辨率是多少 但实际上这里面也有讲究 比如说1080P是真实物理的1080P呢 还是通过抖向素产生的 假1080P 4K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另外有一点呢 就是你同样是实际物理分辨率 是1080P的机器 它也有可能因为芯片 显影芯片的那个大小的不同 而带来效果的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那比如说我知乎上找了一张图 有一些显影芯片是0.38英寸的 有各种规格 那比较大的可能有0.66英寸的 那这个都会带来实质性的 观音体验的变化 那同时投影仪这个东西 毕竟是视觉跟听觉的双重作用嘛 所以投影仪的音响效果呀 包括你在使用的时候 它的风扇的声音啊 所有的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 你生活中去使用这台投影仪 带给你的一些反馈 如果你是真的想要 给自己买台投影仪的话呢 可以对应我刚才说的这些 硬件的参数去仔细的研究一下 看看结合自己的一个预算 去购买台合适的投影仪 那我最近使用的这一款 名机的W1130X这个投影仪呢 基本上我刚才提到每一个点呢 名机都给出了一个 还不错的比较均衡的参数 98 REC 709标准 能更好地呈现电影的原本色彩 2300流明的亮度 1080P的实际分辨率 包括我刚才提到了 它对应的那个显影芯片是0.65英寸 也是基本上是属于顶配的一个规格 那并且它的开机速度很快 操控性能非常简单 那这里面的每一个点都直接影响到了 观影的一个效果 那我拿到这个投影之后呢 看到第一部片子就是 港片啊 神探大战 因为那部片子的节奏非常好嘛 所以在我流畅的看完整部电影之后呢 我再去回忆这个观影的过程的话 我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风扇 它所带来的散热的声音 并且因为它这个音响效果也是很好的 所以其实在我自己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我确实有体会到那种在已听的临场感 另外对于这台机子 我还有个印象就是它的操控非常简单 对比我之前使用过的另外一款投影仪来讲 我觉得这个投影仪 它的一些设定会更加的简洁 那这带来的就是操控的一个简单性 从对焦调焦到提形矫正的这样一个功能 包括里面内置的一些色彩的调节啊 声音的调节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直观易用 并且这个投影仪还加入了电影制作人模式 这个类似行业标准吧 通过禁用运动平滑等一系列的技术手段 来尽量的保留电影原本的色彩 包括动态模糊啊等原始效果 因为投影仪用来看电影会比较多嘛 所以这个模式也是很好的一个加分点 相信大家看电影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 就是电影里面很多场景啊 都是黑漆漆的 包括夜晚啊 包括室内啊 这实际上是导演想给大家塑造一种真实的感觉 而不是过分的提高亮度 让大家来看到电影中场景的每一个细节 那黑漆漆的场景实际上对于一个投影来讲 是提高了很大难度的 那明杰的这款投影 正因为它的显影性配有0.65英寸这样一个大小 那它带来的呢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对比度 然后比较好的一个暗部的细节 那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投影影来讲对于看一部电影的观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现在的美剧其实在场景上画质上也越来越接近于电影了 所以也会有很多这样的比较黑的场景 另外这个投影影它2.5米可以投出差不多100英寸的这样一个屏幕 而且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投屏比下的话 亮度也是比较均衡的 那白天的话也基本上免强能够接受 但是我自己觉得如果你选择了投影影看片的话 还是主动的能把环境调到比较舒适的状态 就是比较适合观影的状态 还是这么去做 这个才是投影影正确的打开方式 那最后呢 祝大家能够挑选到一个新意的投影影师学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